前荣总医师苏伟硕反对莱季美猪进口 还把莱猪与毒猪画向等号 并且说莱克多巴胺比摇头丸毒250倍 被卫福部告发散布布什的讯息 对此苏伟硕喊冤说他自己是被政府查水表了 另外原本25号要到警察局说明 不过因为指挥办案的单位改成了高雄地检署 所以警方已经取消原先的约谈 卫福部的行为形同一个渣男 不满被卫福部告发前荣总医师苏伟硕强调 21号将会前往美国在台协会继续反对莱季美猪 电话中得知因为这个案子已经移交给地检署 所以指挥办案的单位就是改成我们的检察官 原本25号苏伟硕得到警局说明 由于全案已经报请高雄地检指挥 检方决定先取消苏伟硕对外喊冤 说自己被政府查水表 不过引用的国外论文数据却有错 但是不管是250还是1分之一 它毕竟是小老鼠的数据 人类的数据呢还是没有 美国你只要拿不出对人类安全的数据 我就是反对到底 因为莱猪就是毒猪 否认散布谣言 不过他却在脸书发文说论文物质原始文献数据 所以莱克多巴胺的毒性应该是摇头丸的4分之一 从250倍变成了0.25倍前后差了1000倍 苏医师愿意更正原来引用错误的数据 也还给卫福部公当 事实证明黑心造谣比瘦肉精更毒 事实证明没有绿色恐怖只有蓝色恐惧 名将立委痛批专业人士却引用错误资讯 造成社会不安 他过去的行为就是在造谣 而前立委林卓水也发文 大酸沙挺的国民党根本就是整个党 清一色聚音化 你声援的是造谣的权利 造谣1000倍的权利 那如果莫名其妙就去声援 那就是在打政治模糊仗 只是利用苏伟硕的谣言进行政治斗争 莱记是否有毒是专业科学判断 但以医师专业说莱记比摇头安毒250倍 恐怕早已超过言论自由的范围 记者综合报道